大停电真的来了 你会回农村吗 还是在城市呢 跟着我的分析来告诉你答案 与保罗分开的马大叔 车没有油了 被迫来到一户农户 这家的老夫妻人非常热情 接待了马大叔 并给马大叔提供了食物 但是马大叔要求的汽油并没有 大雪封山 只能先留在农夫家里过夜 夜里老马 趁着主人睡觉 直接开车离开了 此时的老夫可能已经后悔 收留这个陌生人了吧 因为物资缺乏 更加没有地方去购买粮草 他们准备击杀一头牛 跑过完这个冬天 就在此时 马大叔开着拖拉机回来了 原来马大叔并不是坏人 他只是看到 两个老人需要人来帮助 而同时 城市里的人都饿着肚子 大家都愿意来到农村 最起码有口热乎的饭 老夫赶紧将人带到屋子 给他们做好吃的 所以好心还是会得到好报的 如果是你 你肯定会在大停电的时候 为农村的 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的 是城市里的人 大部分的普通人 通过柴火来照亮 煮饭 接连的火灾 已经将一撞撞大楼 烧得遍铁鳞伤 就算有发电机的政府大楼 也因为发电机的不稳定 而断断续续 就在此时 医院和监狱那边传来乐好 因为停电 医院很多的人 将必须要把管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去 而监狱里的犯人 也因为不能出来 在里面暴躁如雷 都疯狂了 所有的部门 都在要求新增发电机 而丽娜这边的发电机 根本不够用 他们正在计划着 将犯人和医院里的人 全部隔离到一起管理 如此一来 更大的危险 正在面对着他们 更多的危险已经来了 法国的核电站 因为电力无法传导出去 能量持续高温聚集 已经造成核泄漏 并对所有的人 进行扩散隔离 而因为德国 早已经关闭了核电站 躲过了此次危机 所以和这个东西 迟早还是一个隐患的 丽娜担心的是 切尔诺贝利的灾难 会不会在欧洲上演 因为切尔诺贝利的污染 整个欧洲 已经被酸雨清洗了 将近40年 没有人知道他们 为什么不把被子 拿出去晒 原因就是 你晒的可能不是杀毒 而是将污染带回家 很多人对欧洲不晒被子 还是存在太多的误解 画面来到两个孩子的 父亲这边 他通过挨家挨户的巡查 想要找到 自今女儿的线索 但是这么大的城镇 想要找一个人 何其的难啊 就在这时 一个一直没有放弃 寻找两个女孩的警察 发现了父亲 并将自己发现的线索 告诉父亲 就在这时 那间猪肉店铺的门被撬开了 警官一下 就知道出事了 立马进去 父亲一下就看到 地上的一个玩偶 他立马就知道 是自己的女儿的 他大声地呼喊着 自己女儿的名字 可是哪里还有女儿的影子 这个时候 父亲彻底光了 因为地上的尸体 让他知道 自己的两个女儿 可能已经被绑架了 心里非常纠结 这两个孩子 最终能不能回到父母身边 画面再给到保罗这边 这边故事 也会更加让我痛苦 为什么这一场停电 会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呢 安大将汽车点亮 然后听着保罗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说到 自己曾经还是学生时代 和自己的七个朋友 一起去阿姆斯特丹度假 哪里知道这些热血的青年 是为了抗议 当年正在阿姆斯特丹 参加的核电站会议 而在这次示威游行中 暴乱发生了 他们的一个成员死了 其中一个女人非常激动 她鼓舞着人应该反击 从她的头行和眼神中 我们就已经知道 她的命运肯定不简单的 而保罗此时立马提议 让整个欧洲关灯 谁也没有想到 源头代码就是保罗写的 立马得到了七名好友的支持 这样他们的组织的名字 正式成立了 没错八人关灯团 简称F8 当年这个代码已经忘记了 现在出现这个代码 说明是他们八个人中的一个人 为此他们要开始了一场死亡之旅 就在他们按照线索 开始寻找这八个人的时候 保罗带着安娜来到前女友家里 但是这个时候 只有他妈妈在家里 他们诉说了年轻的爱情 保罗浑身发抖 她知道自己伤害了 那个热情的姑娘 在当年他们抗议游行 最终被荷兰宝狗抓了起来 就在此后 他不再参加这些抗议 也因此伤害了女孩的心 而现在保罗非常怀疑 就是女友把那些程序给泄露出去的 保罗通过一张照片 看到了一个柏林的地址 保罗必须要阻止这个事 夜晚保罗的状况非常不好 他们路过一个村庄 安娜想要给保罗在村庄里 找到医生来救治保罗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此时聚满的人 他们正在分发着水 安娜想下车去找个医生 先给保罗治疗 就在此时 两个小混混找上了安娜 安娜拿出防防喉喷雾 但是另外一个人却拿出了匕首 在黑暗中安娜倒下了 保罗立刻跑过去 想要扶起来安娜 但是此刻的安娜 再也起不来了 宝贝C 楼 萌 紫 一哦 金